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 年轻不养生 一、肾病性 由于肾功能减退 白天不能排完体内代谢后有毒物质 需在夜间继续排泄已知夜尿多 故又称为肾功能不全性 或夜间代偿性多尿 二、排水性 体内有水珠流 特别是心功能不全时 在晚上平卧后因回心血量增多 肾血流随之增加 夜尿增多 主要鉴于各种心脏病 伴发心功能不全时 三、神经性 有些因失眠或神经精神因素 夜间排尿增多 以夜尿次数多为主 而尿量不多 西医认为夜尿频多 是因为前列腺肥大 或者前列腺炎的早期症状 而在中医看来 肾虚是夜尿的主因 而肾虚和夜尿是冤家 因为人在夜晚起来尿尿的时候 因为气温低 血液循环弱 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是本来就虚的肾更加虚 那么夜尿就会更频繁 关于夜尿症的一项系统回顾性研究表明 老年人中 有54.5%的女性 和48.6%的男性 每晚至少要醒来 抬尿一次 24.0%的女性 和30.9%的男性 每晚至少要醒来 抬尿两次 而且这种高发病率 在全世界 各国家 各民族中均存在 我现在就给大家一个小妙方 改善夜尿频多 二 鸡蛋加上遗物 堪称最强制尿药 一 鸡蛋加枸杞 中医认为 枸杞胃甘性贫 有滋补肝肾的养生功效 而鸡蛋同样 胃甘性贫 具有养血补肾 滋阴润造的功效 无论是作为养生界的 扛把子的枸杞 还是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鸡蛋 大家都太熟悉了 就不多介绍 枸杞鸡蛋羹 原料 鸡蛋两只 枸杞二十克 做法 去掉蛋壳 把鸡蛋液和枸杞搅拌均匀 隔水蒸 直到鸡蛋熟透就好 此外 这道枸杞鸡蛋羹 还可改善 中老年人应肝肾不足 引起的多类症状 防治老花眼 二 鸡蛋加核桃壳 据本草在新记载 核桃分心木剑皮固肾 可以固色肾精 还可以活血 补血 而且由于它性质平和 无毒 可以日常煮水 泡水喝 非常简单 鸡蛋性贫 能补气虚 有安神养心的功效 搭配养肾固精的核桃壳 能有效养心固肾 对调整身卷之软 失眠等苦下症状大有帮助 核桃壳放锅里 清水浸泡15至30分钟 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20分钟 晾凉 然后把带壳的鸡蛋放进去 加入适量酱油和盐 大火煮开 转小火煮6 7分钟 用勺子轻轻把鸡蛋 敲开一点裂缝 再煮10分钟 关火 浸泡一晚上 第二天吃会更入味 三 肉桂加它睡前喝一杯 夜尿立马停了 众所周知 肉桂是一种非常美味的香料 而几千年来 它也一直因其要用价值 而备受推崇 曾经 它是稀有而珍贵的 如今 肉桂很便宜 在每个超市都可以买到 那变得如此普通的肉桂 会有怎样强大的药用价值呢 肉桂性胃心肝 大热 龟心 肺 膀胱经 它具有温阳散寒 助火归原的作用 尤其适用于肾阳须 引起的胃寒 四肢不温 腰西酸软 液尿频繁等症状 通过温肾阳 可以改善肾脏对水液的调控 减少液尿 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方子 非常的简单 有八几天 肉桂 抑制人 白竹进行水煎服用 其中八几天温补肾阳 甜经易血 肉桂起到一个温肾助阳 健脾暖胃 驱风散寒的功效 抑制人药性缓和 可以起到温皮开胃 暖肾缩尿 固精的作用 再加上白竹 补气健脾 造湿沥水 简单似胃药 不仅可以温肾阳 补脾气 改善尿频尿急 液尿多的情况 还可以改善肾阳虚衰 肾气不足导致的欲望减退 腰西酸软 胃寒怕冷等症状 但如果是前列腺炎 或是热下注导致的尿频问题 就不太适合了 核桃大家应该都吃过 但是核桃中间那薄薄的隔膜 大家应该没有太注意到过 它的药用价值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中医称之为分心目 也叫核桃家 人到中老年之后 肾虚的情况或多或少会有 而分心目最大的作用就是补肾固精 治疗肾虚液尿 四 核桃分心目的功效 一 强烈固捕肾气功效 对于男性朋友来说 经常喝核桃分心目泡的水 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将自身养尾的毛病治疗好 因为核桃分心目中含有的物质 具有固捕肾气的作用 正因如此 常喝核桃分心目水 对于治疗移经滑泻具有非常好的作用 二 治疗女性经期不正常 大多数女性都有月经不调等问题出现 而月经也是代表着一个女性性成熟的重要标志 因此 月经是否正常 直接影响到了女性的身体健康 以及最重要的怀孕能力了 对于那些经常月经周期不稳定 在平常生活中下体还会有大量白带 或者尿血情况的女性来说 常喝核桃分心目泡的水 能够有效地促进身体恢复健康 三 对失眠症有特效 对于那些有长期失眠毛病的患者来说 每日早晚喝两杯杯分心目泡的水 失眠症将迅速地得以康复 这个方法适用于中老年人 因为中老年人因为年龄关系 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 对于失眠 又不能够服用一些安眠镇静的人群来说 使用核桃分心目泡水喝是最佳的选择 四 治疗尿贫尿疾 当患者身体出现了尿贫尿疾 等不健康的症状时 不仅会影响着患者的正常生活 这也代表着身体的某一些方面出现了疾病 这个时候 使用核桃分心目泡水喝 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些症状的发生 使用核桃分心目泡水喝 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 一 将准备好的核桃分心目放入杯中清洗 第一遍 冲洗的水需要去掉 随后可以直接在杯中加入开水 浸泡十分钟之后就可以直接饮用 三 分别将核桃分心目和核桃洗干净 一同放入锅中 使用小火煎煮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随后去掉核桃的外壳 留下煎煮的药液和果肉一同服用 这种方法需分早中晚三次进行服用 除了核桃分心目外 还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也可以用来缓解尿频 一 南瓜籽油 在欧洲 美国等国家 男人们用南瓜籽油 来预防和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 南瓜籽油是用生南瓜籽 通过冷炸方式压炸的 颜色成棕绿色 或者玫瑰红色 南瓜籽油含有丰富的 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 骨骨醇 维生素E C B等 另外南瓜籽油中还含有南瓜素 这是一种植物栽醇类物质 也是南瓜籽中 有利于治疗前列腺问题的重要成分 能缓解前列腺的初期肿炸 每天服用5至10毫升 即可满足人们 预防和保健前列腺的需要 一般连续使用7至15天就能解决尿频 尿急 排尿不畅等问题 花费不高又能避免手术治疗带来的痛苦 堪称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患者的福音 二 西红柿 西红柿也叫西红柿 含有丰富的西红柿 红素 是男性前列腺保健的重要营养物质 足量补充可将前列腺炎的几率降低32% 三 猕猴桃 猕猴桃 胃肝 酸 可以健脾调中 消肿解毒 桃子不但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还含有抗肿瘤成分 经常食用可以有助于预防 前列腺炎 患者发生前列腺癌 伴有小便淋漓色痛 血尿等症的患者可以都食用 四 韭菜 韭菜能有效预防前列腺炎 韭菜又名起养草 壮养草 长生久 能有效预防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 它是一种生长力旺盛的常见蔬菜 为肾虚养美 一经梦泻地辅助治疗 前列腺炎佳品 对男性阴经勃起障碍 早泻等疾病有很好的疗效 患者每天都以韭菜食 或把韭菜籽盐粉 每日早晚个服食五克 用开水送服 由于食韭菜后 可导致部分人胃病发作 需要注意 如果口腔类韭菜胃过重 可以咀嚼茶叶对抗 五 三文鱼 富含欧米加三脂防酸的三文鱼 等深海肥鱼可阻止前列腺肿瘤发展 研究发现 每周至少吃一次三文鱼 可降低罹患晚期前列腺癌危险 如果不喜欢吃鱼 也可以吃富含 欧米加三脂防酸的 紫苏紫油或亚麻紫油 这两种植物油中 欧米加三含量都超过了50% 是很好的欧米加三补充剂 六 牡蛎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男性每天摄入心15毫克 女性则为11.5毫克 这是因为男性经验里含有大量的心 体内心不足 会影响精子的数量与质量 此外 心不仅是雄性激素合成的必需品 同时也负担着保护前列腺的重任 二至三个亩利 就可以为一个正常男人提供全天所需的心 是保护前列腺的最佳食物之一 七 高维生素C食品 男性在24岁后 精子的治愈量都在走下坡 假如有一种不老药能让老化的精子 再度不满活力 那就是维生素C 高维生素C的食品有其一果 橘子 青花椰菜 芦笋等 维生素C 可以协助腹肾上线皮质素 一种抗精神压力的荷尔蒙的分泌 可以对抗压力 八 蒲公英茶 蒲公英的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 利尿消炎 蒲公英又称尿床草 利尿作用十分明显 能增加排尿量和治疗尿路感染 对男性前列腺炎疾尿道炎有一定好处 因此服用蒲公英茶 有利于前列腺问题的恢复 每天五至十克蒲公英茶 泡水喝 连喝半个月 尿液也是身体健康的情语表 生活中养成尿尿后回头看一眼的习惯 有助于及时发现尿液异常 以便采取应对措施 常见的两种尿液异常情况 有尿液泡沫多和血尿 尿液泡沫增多 有可能是憋尿时间太长导致的 如果泡沫长时间不消失 说明尿液里尿蛋白异常增多 需要警惕可能与糖尿病肾病 肾炎等疾病有关 其中蛋白尿是肾脏疾病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如果出现泡沫尿 建议先去医院做一个最简单的尿常规检查 血尿 包括静下血尿和肉眼血尿 以肉眼血尿较为常见 血尿是肾癌的三连征之一 一般表现为无痛性间歇发作的血尿 可以为肉眼血尿 如果伴有腰痛 腹部肿块等症状 要及时进行相关的检查 以鉴别是否由肾癌引起 在所有治疗液尿频繁的指南中 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 都是处于一线治疗的地位 但相较于药物疗法 可能的带来的药物副作用 非药物疗法更容易被患者接受 因此如果想改善患者液尿增多的情况 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一、正确认识和勇敢面对液尿增多 在生活中 老年人既不能忽视液尿增多 甚至认为液尿增多是正常现象 也绝不能严过其时 导致老年人产生焦虑抑郁情绪 应该让老年人明白 这是一种可控可防的疾病 通过科学治疗是可以明显改善的 对有焦虑抑郁状态的老人进行心理疏导 让其勇敢面对这个疾病 二、加强对盆底功能锻炼 盆底肌锻炼 蹲、伸展和内收大腿等 老年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进行对盆底肌的锻炼 三、控制内盐的摄入 过度摄入内盐 会导致人体摄入过度的水分 因此夜尿的老年人应该减少内盐的摄入 比如口味清淡 减少摄入过咸的食物等 四、控制睡前液体的摄入 禁止睡前两小时饮水 有的老人喜欢在睡前喝茶 喝水 甚至是喝咖啡 这对于控制夜尿是非常不利的 研究表明 在睡前两小时内不饮用任何液体 可以有效减少起液的次数 五、睡前采尽力排空膀胱 睡前尽量将尿液排出 有夜尿的老年人最好在睡觉前 尽全力排空膀胱中的尿液 可以在睡前多次去厕所 尽力排空膀胱中的残余尿 研究表明通过睡前排空膀胱 可使50%以上患者的夜尿症状 得到明显改善 六、防范夜间跌倒 夜间跌倒是老年人起夜后 最常见到的意外事件 因此家里有老人的家庭 一定要优化卧室 和卫生间之间的通过环境 例如安装防滑电 夜间光线保持充足 安装扶手和呼救设备 对于有活动困难的患者 建议安排陪护 并采用尿壶排尿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